全美最大的华人商业信用卡服务商 深耕美国亚裔市场长达18年 而且业绩年年成长 他们也发现了 全美有上万家的华人餐馆业者 普遍都还蛮害怕跟抗拒网路化的经营模式 因此靠着加速发展稳定又可靠的手机无线科技 推出了全新的订餐网站建置服务 也方便民众可以透过手机来订餐之外 也协助华人餐馆开拓更多商机 美国华人在美投资或创业 选择开餐馆的数量惊人 根据统计 2014年全美至少有5万多家的中餐馆 每年创造210亿美元的营业额 不过信用卡服务商却发现 竟然有超过9成的中餐馆业者 无法跟上网路新时代 最近的一个统计数字显示 有很多餐馆他们95%没有这个手机版本 那50%也没有网站 甚至还有40% 他们连menu都没有办法在网路上搜寻 所以就表示说 你的客人都已经在网路上了 但是你的餐馆本身还没有ready 帮助全美中餐馆业者客服新科技的恐惧外 全新的网路订餐服务 还结合网域网站与菜单开发 希望能帮助华人餐馆提高业绩 比如说三个礼拜之内就可以把这网站做好 包括手机版本 电脑的版本 或是平板电脑版本都会ready在那边 那同时我们送他一整套的这个welcome kit 就是有海报啊 桌卡以及1000张的名片给他们使用 那网路上我们也会帮他推广 比如说这个google的注册啦 药物的注册 还有这些local listing我们都会帮他 不只帮助开拓商机 面对传统餐馆业者的需求 新系统还能自动免除复杂的手机 与平板电脑操作手续 只要顾好一台传真机 就可轻松应付网路下单 所以这个老板他即使是完全不想去碰电脑 他们只要有一台传真机 那到时候这个order就会透过传真机进来 或者说他们如果有手机的话 也可以在上面捡看这个email 上面会有很清楚的order给他们看 增加客流量外 美信商务代表表示 新系统还会自动在主流搜寻引擎 以及美食评论网站上双重宣传 吸引更多年轻人上门 让餐馆盈喻更轻松